HELLO,我是Sharlene 今天會介紹紅拳的基本功 紅拳出名是硬橋 硬橋有什麼用呢? 在對戰的時候,比如對方出拳 我可以用我的硬橋去擋 我只是擋都可以令對方很痛 或者攻擊的時候,我們有些收鎚、邊鎚的動作 都是用前臂的骨去攻擊 殺傷力都會很大 接下來我會示範一個動作叫做打三星 怎樣打三星呢? 就是要練硬前臂這兩塊骨頭 記住了,就是手腕對落四至五吋 打的時候要集中骨頭 不要打到旁邊的肌肉 好,去示範了 平時打三星,我會用到家自己這棵樹去打 你會看到樹中間比較光滑 就是因為平時跟爸爸練打三星 練直拳、邊鎚 令到他有點凹陷和光滑 打三星呢? 其實是每隻手會打三下 第一下就會向下 向下就會打前臂的內側 然後向上 手心向著自己 都是在打內側 第三下就是向下 打前臂的外側 那我現在示範給你看 低,內側,向上 內側,向下 是外側 那我現在示範給你看 對 如果想練硬的橋獸 我建議你們每天練二十至三十分鐘 練完之後要配合塗鐵打酒 因為你長期打一些牙脈 怎麼都會有乳血 有傷害的 所以塗鐵打酒 可以幫你快點去乳 以及強化你的骨 那這個就是我們家自家製的鐵打酒 有六年了 通常我會整天手浸下去 然後會把光瑜的鐵打酒 塗在另一隻手裡 塗鐵打酒的時候 就記住記住不要向心臟的方向推 一定要相反向下 將你的血向下推走 推走 還有塗鐵打酒之後 大約三個小時內就不要洗手了 三個小時之後 才用暖水慢慢去洗乾淨 累地 三個小時 大約十分煩 大約十分煩 快點